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郭 今天带你们聊一聊这个 扇贝 你们都看见过扇贝的眼睛吗 看到没 这蓝色的小点就是扇贝的眼睛 它能够感知半米以内的物体 那么扇贝哪些地方能吃 哪些地方不能吃 下面跟着我的讲解 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外面这层叫裙面 口感耿旧旧的是可以吃的 这个绵绵的东西是扇贝的晒 里面还有很多的泥沙 不容易去掉 不能吃 这个部位是扇贝的生殖线 黄色的是母 白色的是拱 精华所在嘎嘎香 这个凸起叫扇贝的底竹 是可以吃的 很遗憾的是没有发现金杆 应该是被它消化完了 大家困惑已久的问题 就是这个黑色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吃 这个部位叫扇贝的消化线 也叫消化芒囊 肝脏胃囊消化线都在里面 还有飘零 不能吃 这个小句话就在这个位置 连接着一根大肠头 非常的脏 不能吃 来 有多少人吃三倍塞牙的 扣一徐你也扣不出来 醉魁祸首就是它 像月牙一样的东西 这个部位叫三倍的韧带 老梗了 比那个牛板筋都梗 不能吃 咱们主要吃的就是这个 币壁壳戟 生殖线和群便 您学肺了吗 有没有吃的 然后